到8月6日,三亚全市经营型住宿设施在店过夜人数约为5.89万人 其中在旅游酒店滞留人数约为2.5万人 在灵水酒店滞留人数约1800元 对目前主要是滞留在三亚酒店的游客所做的一些工作 一是对以接待滞留游客入住的酒店 自8月6日起,7天内统一按原入住价格的5折提供续住 续住的费用由入住乘客承担 二,如果游客选择不在原入住酒店 尤其从所在区域酒店这个名单的三亚市已经公布 自行选择新入住酒店游客 按协程官网公布的最低价格基础上给予搬价优惠 更换酒店游客的转运工作 由交通部门负责调度车辆网站 在此我要专门说明一下 这两天网上游客反映个别酒店不按相关措施执行 有先提价在打折的情况 相关部门已派出专人赴现场组织 如果确实发生多收访款的现象一定要退回 目前除原有12345政务服务变明热线等渠道外 三亚等各式线均已开通服务专线 同时我们也在加强对广大游客通过网络反映情况的收集 广大游客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均可向我们反映 8月6日晚 三亚市已将滞留在三亚凤凰机场的2845名旅客 妥善安置在三亚湾利和温德姆酒店 国光豪生度假等11家酒店 并提供7天的酒店吃素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